本月初,被上海公安再度強行驅逐出境,並押上飛往東京班機的維權人士馮振虎,在宣布放棄日本簽證之後,拒絕進入日本。 由於航空公司和成天機場員工拒絕為其購買食物,一個多星期以來,馮振虎過著遊蕩生活,困了睡長椅,餓了吃餅乾。 馮振虎目前的處境引起了海外民運組織的關注。 美國民運組織公民力量主席楊堅利,建議前往日本的朋友,順便探望並帶去食物。 他已經捐獻一張機票,請一位臺灣朋友飛往日本看望馮振虎。 目前正在全力協助馮振虎的民主中國陣線日本分部主席林飛,對本臺表示。 其實無論如何是存在公司的口óus, 其實理論文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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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hey rainfall領的,